有團體舉辦五一國際勞動節集會 表達保障本地居民就業 以及落實外顧退場機制等訴求 工會聯合總會舉辦五一國際勞動節集會 屬下多個行業工會的代表 以及行業從業員參加表達訴求 包括要求政府保障本地居民就業 落實外顧退場機制 以及加強打擊黑工等 也有參與者希望政府加強勞動階層的保障和福利 有三工 開工有三工 有些假期 放假一天 好像藍絲 士坦假和產假 能夠多一些家庭方面的照顧 政府能夠多一些考慮家庭因素 多一些給家庭的惡目 因為經濟發展 同時我們都要社會發展 而主辦的工會聯合總會說 雖然本澳經濟回聯 但部分行業的員工仍然被動身 以及退休保障不夠等 對於今年首季的本地居民 月收入中位數增加至19,000元 工聯認為 高月19,000元的主要是公務員 或者博彩業的某些工種 導致居民在選擇就業的時候 只能夠偏向這兩個行業 和推動本地居民多元就業 背道而遲 但是給rai 發展 財產 這個 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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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